6分钟的车程却被收了890元 台中有民众表示日前用轿车平台搭计程车 1.31公里的行车距离 行车时间大约是6分钟 而原本系统估计扣掉100元折价券之后 行程的费用只要19元 但最后刷卡金额却是890元 而且第一时间联系客服没有马上获得回应 气得乘客透过APP找寻失误的管道联络到了司机 从司机那里拿回退款 事后业者也做出回应 点开车车平台可以直接输入上下车地点很方便 但日前却有民众搭Uber的Yellow Taxi 一四倍多收了40多倍的金额 看看乘车名细1.31公里的行车距离 行车时间约6分钟 搭车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 也不是最尖锋的搭车时间 原本系统预估扣掉100元折价券后 行车费用只要19元 但最后信用卡却被刷了890元 金额差这么多 有其他司机认为有一种可能 事后乘客发现金额有误向客服申诉 当下得到的回应却是达非所问 乘客气得只好透过APP找寻失误的管道 联练到司机从司机端拿回退款 事后业者表示因为台中地区的Uber Yellow Taxi 今年5月初才上线 依次是司机对系统不熟输入错金额 但因为客服在查询的过程中 乘客已经先从司机端取得退款 因此才没有将款项刷退 业者表示若未来乘客遇到类似的状况 还是可以由客服处理 避免遭误扣超额费用成了冤大头 记者最后报道